竟然來用電量屢創新高 臺電市嚴擬要把彰化鹿港市區的 變電所改建 結果引發軍民不滿 自救揮州表示 變電所距離民宅和學校 痕近 甚至還有爆炸的情況 要求撤離市區 臺電強調說變電所的改建 勢在必行 但是會把設施改為室內 來增加安全性 車來車往的市區街角 有座變電所 不僅設施外露 還有不少架空的高壓線路 這讓彰化鹿港市區的居民 看得好擔心 就怕發生意外被波及 彰化鹿港的變電所就會在市區的復興路 和管前接口 從制高點來看 除了有不少店家 而周邊也都是住家 自救會長表示 臺電有一張現在的規模擴大 但這座變電所的容量還算充足 而周邊鄉鎮 還有四座變電所沒有擴建的理由 附近四個變電所就可以掉電過來 乾脆你既然有辦法掉電過來 你就沒有缺電的問題嘛 你就乾脆簽住機嘛 自救會也要求 現有的變電所也要撤出住宅區 臺電則是強調 這座變電所在當地已經五十五年 除了已經達到使用的年限 鹿港街區的用電需求增加 不得不規劃改建 臺電表示 變電所的改建勢在必行 會持續和地方上溝通 預計明年就會動工 二零二六年完工運轉 而對於臺電的堅持改建 當地自救會表示 將會抗爭到底 記得林健身 王龍濤 張華報導